这个星期的寒流还是道道的 又有一位韩国艺人离开大家了 就在这个星期二 新人演员财尹哈被发现在家中身亡 短短两个月里就已经有三位韩国艺人选择离开我们了 这个消息真的是让人太难过 这三位韩国艺人生前都曾患有忧郁症 再次让大家无法不去正视这个问题 而Huna上个星期在Instagram上突然坦诚 自己从2016年开始其实就患有恐慌症和忧郁症 而且还有迷走神经性晕眩的状况 有时候会突然晕倒 情况真的很严重一些 我觉得其实患上忧郁症除了因为艺人本身的职业压力之外 其中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来自各界的频率吧 尤其是在这个酸民遍布的网络世界里 也根本就是一把凶器啊 像是最近康Daniel也因为各种恶评导致情绪低落 被爆犯上忧郁症 还暂停了所有回归的宣传活动 他在关卡上留言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变成了一种罪 我因为我自己太累了 每一天我是怎样被骂的 我真的忍了很多 我真的太累了 希望谁能来救救我就好了 看到这些文字谁不感到心疼呢 Daniel的状况真的让人很担心啊 一人也是人 怎么可能看到恶评心情还会没事呢 真的希望键盘手们真的高抬贵手了 你们不喜欢就不要看不要理 你就好了吗 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那双手呢 最近忙着回归的XO早前上节目的时候 陈元开也透露了看到恶评的心情 他坦诚看到恶评的时候自己真的会受到影响 很容易会感到自责和后悔 让精神变得非常的不好 所以现在也正在学习避开不去看恶评 要学会看淡这一切真的是不容易啊 希望各位欧巴欧妮真的都要好好的 我们不求什么 只希望你们可以健康幸福快乐 这个星期PRODUCE造假事件又有新进展 根据韩国警方的报告 除了第三季和第四季 在决赛前就已经订好了出道的成员呢 第一季在第一轮淘汰赛的时候 调换了练习生的排名 而第二季在决赛的时候 让原本在出道圈的人淘汰 换另外一个人上来 这也就是说 Wonder One里有一个成员是被造假出道的 这个消息出来后大家纷纷在猜测 到底被调换的两位任期生是谁 这个世界到底是要伤害多少个孩子呢 今年妈妈终于圆满落幕啦 但这一幕绝对是比大赏还要受阻目的 就是当看到JYP社长帕金用穿着当年的塑料衣 在舞台上热舞的时候 GOT7的成员Jackson 那金呆的脸真的是经典啊 那一个金呆脸还被社长PO上IG 为什么 我又做错什么了吗 Jackson也立刻安慰社长命说 看到那个臭刺的塑料桩感到有点惊讶而已 绝对不是因为你 这两样的互动真的是太搞笑了啦 Super Junior成员东黑昨天在IG上PO的一张图 立马引起马来西亚ELF的极大关注 因为这个臭刺的建筑物 看着就像是我们的双风塔啊 所以欧巴你是在暗示 SS8要来马来西亚了吗 真的真的超激动啦 是SS8吗 真的希望是真的啦 我们绝对会 敬拜佳音的 最后的最后 萱要送你去看满月社长啦 但这次没有通关密语 非常的简单 赶快到萱的家教你去看 要怎样赢取入门票呗